再来看到花莲市立图书馆举办为期三天的2024年暑假夏令营系列活动 继小小理财营、小小玩具模型营 这次登场的昆虫营邀请到皮特玩自然频道主持人皮特老师来担任讲师 带领孩子们深入探索昆虫的奇妙世界 吸引了许多的小朋友们来参加 花莲市立图书馆2024年暑假夏令营非常有趣精彩 每场次都吸引了很多小朋友报名参加 花莲市立图书馆今年的暑假夏令营一共有四个场次 包括今天的皮特玩自然还有小小理财营跟模型营 还有一个小小昆虫学家的拼图游戏 那未来呢我们也还会再陆续开AI好好玩的一个相关课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其中昆虫营的活动邀请到皮特老师到花莲 带领孩子们深入探索昆虫的奇妙世界 市长渭嘉燕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昆虫 今天是举办我们图书馆的暑期夏令营 那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昆虫 那特别请到我们YT的一个皮特老师 那来教学我们孩子们的一个昆虫的一些知识 那其实大家可以从YouTube里面可以看到他 老师在讲解不管是养虫或者是抓虫等等 那给予我们虫的一些知识 那尤其是假虫 那我想今天的孩子们都很疯狂 那看到假虫 那尤其是举办这项活动 我想未来也希望能够扩大举办 让更多喜欢假虫昆虫的孩子们 能够在暑假期间吸收更多的一个知识 那要特别谢谢我们图书馆 乙领馆长跟我们所有同仁 每当暑假都举办这样的一个夏令营 那也希望未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孩子 都可以多多来做一个参与 皮特老师带来了许多昆虫 向小朋友们说明昆虫在大自然当中 伪装保护自己的样貌 或者是透过模仿环境和其他神物欺骗 掠食者的眼睛保护自己 生动活泼的解说 还有昆虫的接触体验 让孩子们增长昆虫知识 也让他们可以多了一份对自然的热爱 及保护意识 华联市长威家彦表示 施工所会继续举办各类的自然科学活动 在暑假期间鼓励家长带孩子们来阅读 各项精彩有趣的活动 可以向华联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